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是不相信吗 怎么又来了 听说你对我上次的看诊很不满意 我是来复诊的 什么看诊不满意 我说的哪个症状不准确 高院长跟你说的吧 对啊 他这是用心良苦啊 没这回事啊 怎么办啊 算了 既来之子安之 这次相信再不成 他应该会死心了吧 同意 那就算达成共识了 还像上次一样 一个小时以后分开 好啊 就在这儿吃吧 往后餐厅 好 先生 你是 这行李套餐是我们餐厅的特色 除了这五大精选的菜系之外呢 还有就是浓情蜜甜点 但是这个甜点是不可以单点的 听说你们家这个甜点是一个网红款的吧 对对对的 但是我们家这个甜点呢 都是要提前两天才能预约的 但是两个特别幸运 今天呢有一位客人 他临时改约了 所以两位要不尝试一下 就来两分担任套餐吧 同意 好 稍等 稍等 这骨头汤行了吧 都一月多日头了 还得十几分钟呢 再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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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的事儿 我和贝贝妈可就等你好消息了 对啊 放心 在关家最后还得我关震雷说的算了 我这独子 明白就好 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 边吃肉边看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看你手机啊 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 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发明 我已经吃饱了 我也吃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也该就此结束了 我去买单 对了 高院长那儿麻烦你跟他讲 我们不合适 这样以后就不用再相亲了 等等 我说你也太不照顾我的面子了吧 我毕竟是女生 就是你刚才那些话应该我来说吧 对不起 确实是我的问题 但我真的不考虑恋爱和结婚 干吗 是爱情受过伤还是对爱情绝望了 都不是 因为 恋爱和结婚在我这儿 不可能有结果 再说了 我还有那么多病人和手术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真是个好医生啊 行 我知道 好 对了 你送的这个包还实用 谢谢你 喜欢就好 以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需要寻音问诊 可以随时联系我 但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希望你可以永远不用找我 希望如此吧 再见 再见 先生几位 一位 这边请 这边 这边 谢谢 菜单 服务员 您整好了吗 这么巧啊 您好 这个 还有 这个 好的 一碗米饭 您呢 这个 一碗米饭 好的 谢谢 您的木须肉 红烧狮子头 还有麻辣豆腐 抱歉 我打扰一下 那个麻辣豆腐和那个丸子 应该是我的吧 您的菜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锅炒出来的 您好 请问还有位置吗 您好 稍等一下 打扰一下先生女士 能不能拼个桌 现在客人挺多的 我无所谓 好啊 那我帮您拿菜 这边请 好 咱们两个菜 点得也太逗了吧 你经常来这家啊 没有 我刚搬过来住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来 我也刚搬出来 你搬出来一个人住了 上次在你们家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有点意外 你都去过我们家了 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那我搬出来 也是情理之中吧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和睦的 有的时候 为他们付出的特别多 不见得灵情 反正自己住挺好的 同意 同意 有些父母只为孩子活 可孩子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方式做 稍微一步如他们的意义 孩子自己就会先内疚 这种压在身上的爱 分量太重了 所以 你出来了是为了松松宝 这几个菜都挺好吃的 关手 看一下 拜拜 拜拜 走了 你有事吗 我没事啊 那你为什么从饭店一直跟到这儿 我自己都很奇怪 我为什么一直跟你 但我确实是回家 你住这儿 你住这儿 对 专家公寓二号楼七零一 我住二号楼七零二 真的呀 合着弄了半天我们是邻居啊 是对门 走